全长50公里的跨岛地铁线引发争议 绿色组织担心影响自然生态 建议绕道 引起受影响居民的不满 当局有什么考量 我们的交通连接性 通勤时间 还有建筑成本 还有对附近业主跟居民的影响 每个人的看法 你敬我一趟 我敬你一趟 我觉得很有压力 我自己做好心理准备了 铲铲流水 葱玉丛林 可爱的猴子成群细细 清晨的麦里之树林格外清幽 国大生物研究员 同时也是大自然爱好者的 陈一婷和陈建雄 每逢周末都会来这里观鸟 进行生物研究 每次来到这里都可以看到新的生物 这是在新加坡能够找到的所有自然生态区当中 我最喜欢的一个 这里的森林和新加坡其他的森林比起来 真的是壮观 这片原始树林也是超过400多种植物和200多种鸟类的栖息地 在这里可以找到瀕临绝种的稀有动物 如小溪鹿 亚洲鳖 和黄环林蛇 陈一婷和陈建雄最喜欢登上日落铜塔 居高临下俯瞰整片自然保护区 麦里深树林坐落在中央集水区地带的自然保护区 这是本地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规模有2500个足球场那么大 这片宁静的热带雨林过去一个月却成为一场争议的焦点 变得一点也不平静 陆路交通管理局在2013年1月宣布新建从玉廊直达张仪的跨岛地铁线 这条地铁线全长50公里 全程在地底下 其中4公里你一穿过自然保护区 当中有2公里将在保护区的地底下 另外2公里则设在保护区的外围 这项宣布当时引起了爱护自然组织的反对 预测外池 自然协会在同年7月所发布的报告 也建议另一条替代路线 那就是往南绕道至罗尼路和汤生路上段 沿着自然保护区的边缘兴建 这条长达9公里的路线 将在地底下穿过多个有地住宅和排屋 但是这也引起了汤生路一带居民的不满 为了评估建造地铁线对保护区所造成的影响 当局展开了环境影响评估 并在上个月5号发布了第一阶段的评估报告 报告指出 接下来将进行的土地勘察工作 对自然保护区只会造成适度的影响 报告发布之后 爱护自然组织也有话说 为了让公众更了解评估报告的细节 自然协会在上个月举办了一场免费讲座 会场座无虚席 在场的公众怎么看待这场争议 他们认为地底线应该穿过自然保护区吗 新加坡以前到现在我们其实没有什么花草树木的 如果你在我们这么少有的地方你还去破坏的话 我们以后什么都没有 我当然是希望可以不要破坏太多这个大自然 但是我也了解到其实地铁对国人带来很大的方便 所以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那当然最好 当然就是担心那里的生态 然后在想政府为什么会想要建那个地铁线 当然他们想要发展有他们的原因 但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发展与生态保育当中达到一个平衡 事实上为了减低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陆交局进行土地勘察时 要挖掘的钻孔数量已经从72个减少到16个 钻孔的直径大概有10公分 10公分就是大概这样 然后我们必须钻它到大概60米70米左右 只要我们找到硬的岩石就可以停止了 我们在钻孔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水来滋润那个钻孔 所以这些水会被排出来 我们会用一些水槽把它收集起来 这样那个水才会污染到环境 另外一个缓解措施就是可能做一个一个盖 把那个引擎给它盖起来 这样我们才会减低对环境制造的那些噪音 对于这些缓解措施 自然行贿表示 只要当局按照程序进行 土地勘察对自然保护区应该不会造成长期破坏 跨岛线如果绕道而行将如何影响汤圣以带的居民 我们的收拾道赫团 我们的收拾 husbands 小川建树 我们的收拾材权 也不会有基本ゴール 对它开始 还没收拾到 我们的收拾权